影鞋杠英国最荒唐赛事摔到骨折脑震荡只为了起司 英国一年一度的滚起司大赛28日按惯例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库白山登场 被称为英国最荒唐比赛 Britain S. Barmiest Race的滚起司大赛起源自1800年代 固定在5月的最后一个银行假日Bank Holiday举行 热情的参赛者不畏在陡峭道近乎垂直的山丘追逐筑起司向下冲 因为实在太过危险 官方从2010年开始就不再主办 因此没有适当的医疗团队 也没有一家保险业者愿意承保 但民众仍自发性举办比赛 来自海内外的参赛者冒着脚踝骨折 脑震荡或肩膀脱臼等危险 全力追逐滚动的八棒重圆状格洛斯特启斯跑 滚起司大赛合计一共举行5场 其中包括三场男子赛及一场女子赛 而同赛则在较和缓的山坡举行 当的居民安德森 Chris Anderson 今年创下新纪录 在过去14年间带回21个双倍奶油 格洛斯特启斯 但他比较喜欢切打启斯 将把战利品送去拍卖 所得捐赠给专攻罕线疾病研究的慈善团体 这次创下新纪录